大家好,我是Den 在主演综艺节目《轮面模完以后》 SG温奈比之前发表的几乎所有主打歌都逆行了音源排行榜 但是在这两天的韩国论坛 纷纷出现了抵制5月7号发表的 SG温奈比演唱会音源的天文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SG温奈比的官方声明 SG温奈比的全国演唱会音源发表 是与SG温奈比成员们以及成员们的所属公司 事先没有任何协议的事项 对于以上业目的利用SG温奈比的非道德行为感到强烈的遗憾 再次声明相关音源专辑是与SG温奈比完全无关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个演唱会音源专辑是 成员们的前所属公司在没有与成员们协议的情况下发表的 是非常傻眼的事情 况且专辑里还收录了已故成员的声音 当然也没有与该成员的家属讨论过 对了,SG温奈比的前经级公司老板是 对,就是KPOP粉丝们的敌人 Tiara, Kim Jong-un的仇人 人真的不会变 狂俗做了狂俗 对,看现在SG温奈比的音源都在逆行 所以就擅自发表了演唱会专辑 真是乐色 狂俗这家伙真的总是会做出超乎想象的事情 真的没想到会这样 为什么这种败类能混得这么好呢? 哇,到底是为什么呢? 下一个消息是 在韩我饭圈常常会使用Kunbeki Kunbeki这个词 Kunbeki的意思就是 依然没有出现在任何作品的起见 而Kunbeki的意思是 Kunbeki加上Kunde 也就是因为当兵而产生的空白器的意思 昨天在韩我论坛 有位网友上传了一个标题位 几乎跟Kunbeki一样 创造Kunbeki记录的女团的贴文 这个女团就是 RedBit RedBit最后一次发表的歌曲 是2019年12月23号发表的《Psycho》 以这一天作为基准的话 目前已经是第502天没有完全体活动了 而韩国陆军兵役期间是548天 当然中间有过Wendy受伤 也有过分队Solo 但是说好的年初年末完全体回归 一直都没有任何消息 所以这位网友才会写下这样的贴文 原地也是全运后回来了 所以今年夏天应该会回归吧 原来2020年没有回归啊 好想听RedBit的新曲 没想到竟然这么久了 那期间Aspel都要第2次回归了 SM赶紧让RedBit出来吧 然后就是很多关于Eileen的留言 不是不出来是不能出来吧 私底下都已经解决了不是吗 不觉得是做了导致不能活动的大错误 我在等待私人完全体 冒失的演员都那么出现在电视里 为什么就对IDOL这样呢 太傻眼了 只要Eileen出现我就不能原谅 不是当事人都已经原谅了 你们凭什么这么X他呢 所以大家觉得RedBit今年会不会回归呢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前几天勇高梅香姐在IG上传了 正在制作Pripper Girls新曲的照片 而受到了很多粉丝们的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勇高梅香姐IG底下的留言 大哥比起健康先是姻缘 知道吧再怎么累 比起健康要以工作为优先 健康嗯 睡眠嗯 录音嗯 叫以后也能睡 现在要集中精神 大哥今天用走的明天就要用跑的 比起健康一直要以作曲为优先 只要做出好个 其他的就交给国民们吧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哦哦 加金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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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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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